youtuber9man6日因持有大麻被逮捕 問訊後遭五寶請回 隨後他拍影片坦承的確曾吸食大麻 正面人社一夜之間坍塌 然而即便爆出負面消息 他的頻道卻還是狂上芯片 而最新的影片中 9man跟來自杭州的留學生阿貝很全能合作 冰箱約一起吃和牛 影片曝光短短一小時 就達到3萬次觀看數 有網友留言調侃 久妹對女生講話明顯比平常還溫柔 笑稱對方應該是她的菜 也紛紛力挺久妹 認為現在她開始拓展國外流量 到時候就算再被爆出什麼 對她來說也無所謂了 而且自身違法也沒有傷害到其他人 被外界批評的 好像犯了什麼不容原諒的錯一樣 然而有網友留言嘲諷她 出事了還不忘賺流量 因此紛紛揚言要退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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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